老杨到处说 当疫情还没有结束 有一些阴暗的人已经开始篡改历史了 所以有一位内地著名的微信写手 叫悠悠陆明 他马上推出文章提醒大家注意 因为在这里还要重复李文亮医生生前的那句话 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能只有一种声音 悠悠陆明他推出文章 提醒大家注意 昨天就推出来了 疫情还没结束 已经有些人在篡改历史了 也就是2019年12月的30号 去年的昨天 武汉市中心医院眼科医生李文亮 看到一份病人的检测报告 玄机在武汉大学医学院同学群发出警告 因为这个警告 元旦之后1月3号 武汉警方向他发出训诫 艳芳也大动耽搁 深夜施压 而在那段时间 蔡立书记禁止所有的医生护士戴口罩 禁止穿防护衣 好了 第1月8号 李文亮接诊的一位感染者随即被感染 进入了重症监护士 他报名回忆县 回忆县以后还要回忆县 我不想当逃兵 他还说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能只有一种声音 当然他写的那两个训诫书的字 一个能一个可以 也就成为了最后的绝想 到了2月7号李文亮训职 这个消息 我知道的 我记得那一天 无数人点蜡烛 无数人守夜 整个国家辗转返车 记忆忧心 中央马上派出调查组 最终给出结论 李文亮转发发布相关的信息 被大量转发之后 引起社会关注 客观上对各方面重视疫情 加强反控 起了推动作用 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分局中南路派出所 对李文亮出具训诫书不当 以监读酒证 在之后他被评于烈士 追受全国卫生健康系统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先进个人 中国青年武士奖章等等 那算烈士 但是尸骨未寒 疫情到今天还没结束 还在变异 在李文亮发出这个消息的一天之后 也就是去年 也就是昨天 12月30日 有一批人不约耳童的站出来 在他们的微信微博开始篡改历史 举三个例子 第一 拥有694万微博粉丝的大V 司马平邦发文 说李文亮生命最后的半个月 一个新冠肺炎的ICU患者 接受了大量媒体的采访 他是活活泪死的 凶手都是谁 这一个 拥有643万微博粉丝的大V 地瓜熊老六 发文章 如果不是外国媒体 公知媒体 连续不断的疯狂采访 让李医生好好休息的话 他是有很大希望康复的 第三 拥有一百七十五万微博粉丝的 思维 干脆重新写了李文亮的时间线 列明了每个采访媒体 说李文亮的趣事 其实是被人家折腾死的 可悲的是他积极配合了这些折腾 这个思维还说 李文亮是什么人呢 很难一言以蔽之 总体上是普通人 距离党员的标准还差那么一点点 这种不约耳同在昨天推出的 这些东西引起了很多人的警觉 一个中央经过慎重调查 已经认定了列势 在他们笔下 连个党员的标准都达不到 认为开始指责他了 他没有大局官 辜负了国家的抢救苦心 他们的趣事 让问题更为复杂 让敌人得到攻击的空间 让人持冷 让人心寒的评价 李文亮好像这是给媒体整死的 不是给病毒病死的 不是给没有健全的医疗保障系统折腾死的 而是自己找死的 是媒体给搞死的 好了 至今还认为李文亮是违规 违法违纪 李文亮是以病人的身份 而不是医生的身份去死的 也就是直接了当 他抹杀李文亮这个人 抹杀这三个字 抹杀李文亮坚守一线 接诊导致感染的事实 要否定他是殉职 而这些人当然我们翻 去年以来 他们对李文亮医生的污蔑 到今天是没有改变了 去年他甚至说 李文亮是个道听途说 妄下结论 违规操作 散布小道消息 自己不当回事的医生 他认为李文亮是盲人骑虾马 诸如此类环动 婆墨 你就是摇棍 你就是盲人瞎马 这个事情不知腐蜀成之位 这些人的道德层次 没有办法理解 什么叫忍耐 什么叫悲悯 什么叫侧眼 什么叫牺牲 这一己知识的卑劣的视角 小人之心度君子之福 这个听起来真的是令人愤慨 但是值得注意和警惕的是 一年之后的今天 这些人成群绝对 不掉一次 而且获得了他们所在的 平台的加持 有很多的观众甚至呢 很多的评论呢 附和他们 诶 这个问题提出来 这些人为什么不约耳童的 不掉一致 而这三个人 都是微博签约自媒体 都是大咖 微博平台和他们签的什么约 这三个拥有百万级以上的粉丝的账号 几乎同一时间 就是把李文亮的死定性为被媒体采访类死折腾死 这个就是典型的设施 社会性死亡 新浪微博 责无旁贷 新浪微博后面的监管部门 责无旁贷 是谁给他们这些大放确实 开立灯的 大家可以想一想 李文亮是被训诫之后 被领导谈话之后 警告要开除他之后 仍然坚持站出来 实名接受多家媒体访问 那个时候的疫情不明朗 一线的公开信息几乎没有 但是李文亮的亮相 告诉我们在武汉中心医院究竟发生什么事 而且感染以后会经历什么 别忘了这家医院 在疫情之初死了六个八个医生 感染就不说 这其实是什么 一个普通医生主动履行历史责任的时刻 如果我们这个社会的政界 不对这些乌龟王八蛋 胡说八道 给所耶稣 就会有越来越多人 有样学样 颠倒四辉黑白 篡改历史 你说李文亮如何安息 李文亮如何瞑目 而这个国家要走正常的步伐 又如何前行 我们简单 归纳的几点 第一 这不是个人行为 说死他们的是 主管部门 这是布置下来的 一种舆论战的政治任务 再傻的人都看得出来 这不是个人行为 第二 篡改历史 就是他们和他们的上司主管的专业 第三 这三个人 所说的这套逻辑 和胡锡进这两天在批判 公民记者张展的思维方式 是一模一样的 他们都是一个模子印出来的 都是党的工具 都是党的某部分主管部门的工具 讲到武汉中心医院 那个蔡立医生 蔡立书记 在疫情出发期间 不得不亲自到病房来 先是打压这些暴露真相 传播真相的医生 李文亮等等 同时延令 不让医生护士穿防护衣 不准戴口罩 导致了这个医院的医生 护士感染的人数相当之多 这样一个人 到今天 武汉市委书记都下台了 湖北省委书记都下台了 他依然 文师不动 这文师不动就不要紧 他没有任何看到的 公诸于众的 欠就之意 还请之心 所以呢 蔡立书记 打死不就是副处级正处级吗 他跟我说的那些所谓大咖 那些人所拥有的话语基础 和潜力基础 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李文亮等八名医生护士 丧失了生命 但是这位蔡立书记 依然活得好好的 多少人呼喊 要叫他撤职 要当他查办 文师不动 汉山毅 和蔡立书记蓝 这种罔顾事实篡改历史 污蔑革命烈士 污蔑先知 污蔑敢说真相的人 这样的风气 如不被及时的扼杀 成为主流意识 甚至在整个社会蔚然成风 我就在里说这么一句话 这个社会就没救了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